现在我们透过同时呈现主人的观点 我们终于能从斯卡路留意部落的角度 一起来认识这片珍贵的山林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三方的代表 签署合作备忘录 今天真的是一个里程碑 它也只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至少我们已经过了 我认为是最难的那一段 程碑一直到很漫长的对话 到今天和解 然后重点是我们三方签了 共管合作备忘录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是部落真的是部落的权利 我们部落的既有权利回复 我们其实跨了一段步 但是未来还是要很多路要长一段路要走 但是至少接下来 我们三方跟两个山林这里的机关 彼此都有那个共管合作备忘录 做互信基础的前提下 未来共管的对话 我相信会走得比较顺利 感谢观看